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开车要离让行人 这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文规定的 但在实际生活中 不离让行人的违法行为却屡见不鲜 那到底哪些不离让行为 是驾驶员平时最容易忽视的呢 近年来 全国各地交管部门 都在大力治理不离让行人的违法行为 不少省市都开通了 电子眼抓拍此类行为的新功能 那什么样的不离让行为 就属于违法行为了呢 根据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机动车在行经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 预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 应当停车让行 也就是说 当我们驾车 行经斑马线的时候 不管斑马线上是否有行人通过 都应当降低车速 慢速通过 如果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 应当将抽样停在斑马线以外 请行人闲过 为了直观展现不离让违法行为 我们来到天津市交管局 南开交警支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各路口的实时监控画面 这里是南开区东马路与北马路交口的监控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行人正在正常通过斑马线 而这辆车没有停车进行让行 影响着行人的正常通行 这就是典型的 没有已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 我们再看这部车 同样是右转弯 这位司机选择了停车让行 请行人先行 这就是符合法规规定的停车让行行为 交警告诉我们 有三类不离让行为 是驾驶员们平时最容易忽视的 第一个就是驾驶过路口时急加速 第二个是在交通拥挤时 强行穿插到行人队伍中 第三是绕开行人 强行转弯 这些行为都属于不离让的违法行为 极易导致交通安全事故 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 与行人抢行 是非常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 特别是在一些 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 驾驶人就更要注意 减速慢行 否则很可能导致 严重的交通事故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今年7月5号 在四川广安市 驾驶员开车经过 没有信号灯的路口 因未按规定停车让行 与行人相撞 导致行人受伤 无独有偶 7月21号 四川穗宁市驾驶员 同样是驾车行驶到 人行横道处 未按规定停车让行 与行人相撞 导致行人受伤 看到这儿 可能不少朋友要问 那我们驾驶时 让行的标准是什么呢 首先 如果是在 有信号灯的路段 当绿灯亮起时 如果行人尚未通行完毕 那作为驾驶员 我们一定要等行人 安全通过自己 锁在车道后再行驶 转弯也是如此 驾驶员不能阻碍 或中断行人的正常通行 而如果是在 没有信号灯的路段 驾驶员就更要注意 为保证安全 在行人当前通过的车道 和行进方向车道 这两条车道 都应当停车让行 等待行人通过 您车所在的车道后 才能继续行驶 守护斑马线上的安全 不仅需要机动车离让 也需要行人和非机动车 手法通行 不闯红灯 行人遇到机动车让行时 应当快速通过人线横道 如果过马路走到一半时 发现变灯了 一定要在路中间的安全地带 等待信号灯 千万不要闯红灯抢行 或者折返 以免引发交通事故 好了 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